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当局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动激起了大陆民众的愤怒 网络上武统声音也开始高涨 有网友表示 想武统 我们奉陪 疫情过去就解决台湾问题 久拖不是事 现在我们有这个能力 在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曾有记者提问 蔡英文胜选之后如何看待大陆互联网上主张武力统一台湾的声音迅速升高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当时回答说 民进党当局和台都势力应该严肃思考一下 为什么近年来大陆民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武统声音 这是被他们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他们应该认真思考到底要把台湾和两岸关系带向何方 到底要把台湾和两岸关系带向何方 在此刻更应该是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应该思考的问题 疫情面前 民进党当局以台湾优先 救人先自救 医疗资源有限等作为 禁止口罩出口及接运台包返乡的挡箭牌 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 但细想逻辑上却十分有问题 台湾《望报》社评指出 部分绿营人士认为 在大陆抗击疫情之际 台湾的报复千载难逢 强硬的禁令令他们大快人心 主张人道主义是迂腐 是不食人间烟火 不过令大陆同胞欣慰和感动的是 尽管台当局的种种行为令人心寒 岛内民间却涌现出很多正能量 台湾艺人和大陆各地台商 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台湾红十字组织 也第一时间捐款20万元人民币 这都是岛内民众的善意和同胞情谊 正如一位大陆网友所说 其实我们不在乎那点口罩 我们在乎的是同胞们的态度 从网络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赛当局对大陆明星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动 可以预见日后难免要付出代价 但同时对于很多台湾同胞伸出的援手 我们必须感谢和铭记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台湾很多同胞都是很好的人 一定要跟那些无良政客区分开来 最后要再一次奉劝台当局 不要再一意孤行 借意谋独 不要罔顾民族大义 也别再继续做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事 否则必将自食恶果 都没得到